爱的感想 作者 演绎人生 来源 文章阅读网 眼泪不再流了 因为近了 时间不会走了 因为停了 心脏不能掉了 因为碎了 幸福已经去了 因为败了 只是一种记忆 萦绕在心头 归之不去 只是一种惆怅 拨弄着回忆 慢慢流泪 既不回头 何必死守 既然无缘 何须誓言 爱在你我呼吸间 慢慢沉淀 请从我们的眼神里 默默旋转 何为爱恋 答案只有自己清楚 解开了束缚 留下的始终只是 一段残念 有一段感情 再也不可能续然 有一个人 再也不会 相依相威到永远 有一个声音 再也不可能回旋 有一双手 再也握不住 那掌心的温柔 有的东西 你再喜欢 也不会属于你 有的东西 你再留恋 也注定要放弃 人生 有各种各样的爱 但千万别让爱 成为一种无情的伤害 爱一个人 不一定要拥有 但拥有一个人 就一定要好好地去爱 爱 和被爱 是一种感觉 爱 是一种心灵的默契 爱 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思念 爱 是一种无需回报 而心甘情愿的付出 爱 是一种为爱人的幸福 而努力去打造一片天空 爱 是一种渴望得到关怀 尊重 理解与包容 爱 是一种相依为命 和善待彼此的过程 爱 是一种心动 心跳 心痛 的感觉 爱一个人 要道歉 也要道歉 爱一个人 要认错 也要改错 爱一个人 要体贴 也要体谅 爱一个人 要接受 而不是以忍受 是宽容 如果爱上了 就不要轻易说放弃 那便有了 可能你会苦恼一阵子 若放弃了 可能你会后悔一辈子 缘分不是诗 但它比诗更美丽 缘分不是酒 但它比酒更香浓 缘分不是茶 但它比茶更韵味 在一起的时候 要懂得 用你的爱 去包容它 疼爱它 因为它现在 属于你 在分手的时候 要懂得 用你的爱 去宽容它 以往它 因为它 不再属于你 爱 是一种责任 爱 是一无止境的 永不失落的 它的快乐 就是你的快乐 它的幸福 就是你的幸福 为它的快乐而快乐 为它的幸福而幸福 遇上一个人 一瞬间的时间 要喜欢上一个人 只要一句话的时间 要爱上一个人 只要用一天的时间 而要忘记一个人 却要用一生的时间 为自己的梦想而梦想 为自己的执着而执着 为自己的幸福而幸福 到自己想到的地方 做自己想做的事 爱自己所爱的人 因为你只有一次人生 一次机会 一句残酷的话 会摧毁你一生 一句温馨的话 也可能会拯救你一生 有一种爱 叫做放弃 有一种爱 叫做执着 有一种爱 叫做祝福 有一种爱 叫做祈求 有一种爱 叫做无私 有一种爱 叫做收望 还有一种爱 叫做真诚 执着 执着 是一种美好 坚持 是一种忠诚 美好 规定快乐 忠诚 规定幸福 爱 由一个微笑开始 然后 用一个吻来成长 最后 再用一滴泪去结束 或者 用幸福去终止 在错的时候 遇到对的人 是遗憾 在对的时候 遇到错的人 是错爱 在错的时候 遇到错的人 是幸运 在对的时候 遇到对的人 是幸福 夜 一个人睡 懂得了品味 酒 一个人醉 懂得了心碎 只是 人生变得 有着那么一点 颓废 很爱 就大声说出来 很痛 就大声哭出来 爱 要学会去珍惜 痛 要学会去忘记 好好的 行李